人们常说,天欲虽宽,不润无根之草,佛门广大,不度无缘之人。 人在世,不是每人都能遇到佛法,更不是每一个人遇到佛法后,可以得到佛法的利益。 唐朝女皇武则天说过,无上甚深微妙法,百千万劫难遭遇。 我们遇到佛法,听闻佛法,与佛结缘,都需要足够多的善业与福报才行。 而与佛有缘之人,多具备以下四重特征,看看有你吗? 一、深信因果之人,因果是最基本的宇宙规律,也是佛教世界观中最核心的基础。 不信因果者,不是真正的信佛,不信因果者,无法做到真正的慈悲。 可以说,不信因果,就无法真正进入佛教的大门。 俗话种瓜的瓜,种豆的豆,就是最为浅显的因果道理。 我们都知道,种瓜不可能的豆,种豆也不可能得瓜,但却有很多人不相信做善得善,作恶受恶的道理。 菩萨为因,种为果,一个佛缘深厚的人,必然是深信因果的,因为他明自作自受的道理,也会在行为和思想上规范自己,不造恶业。 当不造恶业时,也就不会产恶果。 当我们懂了因果,也就了知了命运的轨迹,知道了如何去改变命运。 可以说,深信因果之人,是佛缘,最为深厚之人,也是最有福报之人。 因为,只有深信因果才懂得如何造福,只有深信因果才懂何谓佛教。 二,对三宝心欢喜之人,佛、法、僧,称为佛门三宝。 佛缘深厚之人,往往对三宝有助天然的敬畏心和好感,会喜欢去寺院,喜欢寺院里清静的氛围,也会因为深处寺院而心宁静和喜悦。 很多人初次去寺院听到终声,闻到佛香,看见佛像,听闻佛法,会产浑身站立或是莫名流泪或是似曾相识的感觉。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情况出现,那么恭喜你,这是你多多是与佛结下的善缘,受到触动的缘故。 若有这种感受的人,都是心地善良,佛缘与善根极为深厚之人。 这样的善缘,不是一两的缘分,而是多多是种下的。 佛教三宝,佛,法,僧,是种修福修会的无上福田,当我们对三宝心欢喜,才会有为自己种下善根和福报的机会。 所以,对三宝心欢喜之人,一定是佛缘,福报深厚之人。 三,行善不失之人,福报从哪里来? 福报从行善不失中来,而心地善良之人,最为喜欢行善不失。 不失看似是往外舍,其实他只是出去逛了一圈,就带住更多的福气,又回到了你的身上。 老话也常讲舍得,舍得,有舍才有得。 常行不失心地善良之人,最为有福报。 而不失也是佛教修行六行之手。 原意行善不失之人,一定福报广大。 佛缘深厚。 四,大孝之人,常言道,世界上最大的善就是孝,世界上最大的不善就是不孝。 孝顺是证明你有没有福报最为重要的一个标志。 不孝之人,在社会中更容易坎坷不顺,与他人也难以相处。 而孝顺之人,因为孝顺父母的福报,使得他更理解他人的难处。 与人相处也更为友好,做事也多有人帮。 佛教常说,父母是在家两遵佛,孝顺之人便与佛最为有缘。 孝顺之人,往往懂得知恩报恩, 更容易理解佛门中的慈悲喜舍,是未与佛教非常有缘之人。 佛陀也是有名的大孝子,开悟后升到刀利天为母亲宣讲地藏经, 父亲去世后,亲自抬关。 可见孝顺也是证明一个人有没有佛缘的关键因素。 以上这四种特质,便是佛缘与福报最为深厚的一种表现。 有没有你呢? 若是您能看到此处,就已然证明具有佛缘。 而我们也只有长随佛学,长行善法,才能不断加深自己的福报与佛缘。 感谢阅读与分享,愿您六十吉祥,福慧俱足,阿弥陀佛。 相信大家都听说过这句话,有福之人不用忙,无福之人跑断肠。 一个人有什么,都不如有福气,钱财物致意的,福报却难求。 佛说,每个人的福报都是有定数的,一味损耗浪费,福报一旦浩劫,人就会很苦。 佛经有云,万法皆空,唯有因果不空。 学佛之人都深信因果业力,十分敬畏因果轮回。 这也是他们持戒修行,谨遵佛教戒律的原因。 人非圣贤,熟能无过。 而为人,我们都过多过少地犯过错,甚至是伤害过一些人。 而在学佛之路时,既是在断恶行善,同时也是在忏悔。 消除我们的业障,修洗我们的内心,践行善道,为我们积累福报,以免堕入无尽的轮回之道。 在现实活中,有很多人既不信佛,也不学佛。 不可否认,他们一样可以活得幸福,这是因为他们的福报深厚。 但如果活中出现这四个现象了,说明你的福报正在减少,一定要引起重视,否则,待福报消耗殆尽时,苦日子也就来了。 佛法中认为,真正的福报,人最大的福报,不是物质,财富,地位,权利等等这些虚幻的东西,而是能够在机缘,成熟时,造文佛法,心欢喜,这才是真正的福报。 作为众而言,我认为最大的福报就是知足常乐,吃得香,睡得好。 人年轻时,往往认为这太不足一道了,我想吃就吃,想睡就能睡住。 可是随住人年龄的增长,经历的多了,得到的也多了之后,往往忧虑与烦恼也就来了。 看到自己的现状,再看看身边成功的人,一番较量之下,内心无比的焦虑。 我们常说的中年危机,往往就是震魔来的。 压力是自找的,烦恼更是自找的。 往往你看作非常重要的东西,却是身外之物。 不带来,死不带去。 与其这样,还不如随缘自在,开心过好当下。 看破了,放下了,一颗自在,解脱之心,就是最好的福报。 二,德不配位,事业难成,古人云,厚德载物,福德与福报也是同样的道理。 一个人拥有多少福德,就能承载多少福报。 无论是哪一方加大或减小,最后都是不堪负荷。 要么负重前行,处处一样。